朋友们好,你能不能在一升水的空间里存储两升的水 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 然而最近,韩国科学家却真的在一升液氢的空间里存进了两升多的液氢 被认为是储氢领域的重大突破和范式转变 甚至可能带来氢能源的重大进步 人类或将进入真正的氢时代 然而,这项突破真的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吗? 韩国这项突破来自卫山国家科学技术研究所吴贤泽教授领导的团队 他们合成了一种叫做纳米多孔美蓬氧化物的新材料 可以在每升体积中储存144克氢 而氢气在液化后,每升也只有70.8克 即使在更低的温度下成为固态氢 一升也只有86克 这意味着这种材料竟然硬塞进了一倍多的氢气 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 氢能源汽车之所以在和电动汽车竞争中逐渐视为败下阵来 马斯克甚至说它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技术 关键就在于置氢和储氢的困难 氢气是分子量最小的气体 体积小,密度低,常温常压下 一升氢气只有0.0899克 这意味着存储相同质量的氢气 需要比其他物质更大的体积 而氢气的沸点极低,为零下252.87摄氏度 要存储液态氢,需要极低的温度和很高的压力 导致存储运输成本和难度的增加 以及巨大的能源消耗 并且氢气亦燃亦爆 空气中含量从4%到75%的宽范围内 遇到火星就会发生爆炸 比天然气的5%到15%宽得多 而它的分子又很小 非常容易从容器中泄露 所以安全风险非常大 目前氢气存储主要有高压气瓶 液氢储罐、金属氧化物、碳纳米管等 高压气瓶和液氢储罐技术较为成熟 但存在体积大、重量重、成本高等问题 并且安全隐患明显 比如丰田最新推出的氢燃料电池车 2024款米赖 可以加轻5.6公斤 续航650公里 但氢气重量仅占碳纤维高压储罐的6% 并且遇到加氢占气压不足 还达不到5.6公斤 续航也会大打折扣 而金属氢化物和碳纳米管除氢 具有较高的密度和安全性 但仍处于研发阶段成本较高 还没有大规模应用 韩国科学家的突破 就是金属氢化物除氢 此前已有研究 用氢化铁来存储液氢 理论上可以达到每升106克 按重量算是7.6% 已经超过了70兆帕的除氢罐 但实验室水平只有5.5%左右 并且氢化铁的脱氢反应 需要较高的温度和催化剂 导致脱氢过程 能耗较高 且脱氢速率较慢 影响了充放氢的速率 金属氢化物除氢 是一种利用金属与氢气可逆反应 来储存氢气的技术 金属在吸收氢气后 形成金属氢化物 释放氢气时 则分解为金属单质 具有除氢密度高 安全性好 来源广泛的优点 在分子机制上 主要又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化学建合 金属离子与氢原子通过化学建结合 形成金属氢化物 一种是物理吸附 氢分子通过物理作用 如泛的华力 吸附在金属氢化物表面 物理吸附的结合能较弱 氢气更容易脱付 韩国科学家使用的 就是物理吸附 他们在室温惰性气氢下 用二丁基镁和甲基牛比棚丸 复合物的甲本溶液 制成鎂膨氢化物晶体 通过中脂粉末颜色 体积气体吸附 非弹性中脂散射 和第一性原理计算分析 获得了这个惊人的结果 那么这个鎂膨氢化物 为什么能存储超乎异常多的氢气呢 这是因为鎂膨氢化物 是一种多孔纳米材料 孔系内部的氢原子 带有部分复电后 这一项形成了一层层 有细腻的氢骨架 可以吸引外面气体分子进入 这些线性通道的空隙体积 约占33% 直径约为9A米 也就是11分之9米 最小开口为5.8A米 可以吸引3.6A米的氮气分子 和2.9A米的氢气分子 在吸引氮气分子时 科学家们发现氮气分子 固定在空隙中心 每个空隙只能吸附 一个氮气分子 刚开始科学家们以为氢气分子也是这样 但实验和研究发现 在静电力和氮的华力的共同作用下 5个氢气分子会相互吸引 排列成三维空间的五氢处结构 就像在抱团取卵一样 刚好可以占据同一个空隙 大大提高了氢气在孔道内的体积密度 从而可以实现更高的除氢能力 有些朋友看到这里可能还是不能明白 70.8克叶氢就会占据一身的空间 为什么一身的多孔美棚氢化物 不但不占用空间 里面反而会装下144克氢难 这是因为叶氢分子间还是有一定距据 而他们进入美棚氢化物骨架后 由于五个氢分子抱成一团 形成了更紧密的结构 所以就可以容纳更多的氢气了 就像很多人挤公交车 在车站上你们可能随随便便松松闪闪 看起来一大群乌合之众 但一旦公交车来了 再怎么挤 你们恐怕也会挤上去 科学家们认为 至于发现解决了大规模除氢的关键挑战 是一项突破性的发现 将带来除氢领域的范式转变 再加上这种除氢 不用高压惯 更加安全 除氢翻倍 里程也翻倍 Milai可以直接跑1300公里 你可能会觉得 科学家们终于守得云开雾散 氢能源的春天就要来了 人类就要进入氢时代了 然而这还只是实验室中的数据 并且它的质量分数为21.7% 也就是说总重量只有21.7%是氢气 和现在航空系统低温冷却30%的质量分数相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 这意味着在轻动力飞机上 它可能还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然后在轻动力卡车上 美蓬氢化物可能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在静态能量存储上 这可能是最好的 但美蓬氢化物仍然还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它的脱氢能力如何 这决定了它的充放氢速率 还有它的工作温度和压力变化有什么影响 各种过程中能量损失如何等等 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另外氢存储只是挑战的一个方面 更大的挑战是氢的生产 氢气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的终极能源 宇宙中任何一个先进文明 最终可能都会演化到使用氢能源 逻辑很简单 氢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 占了整个宇宙的75% 除氦以外的所有元素 几乎都来自于氢的燃烧 即使是地球最大的能量来源 阳光也是来自于太阳的氢聚变 而我们现在能利用的氢能源 还只是最简单的化学能 但即使如此也是非常困难 举步维艰 原因很简单 氢太活跃 地球上几乎没有单置存在 要从其他化合物中把它分离出来 需要付出巨大的能源代价 从煤炭天然气制造的黑氢炭氢 到电解水制造的滤氢 成本高达每公斤9到40元 而且多年来进展不大 这意味着即使解决了氢存储问题 氢生产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这项研究发表在2月6日 自然化学杂志上 自然化学杂志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